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 让许多失业的家庭顿时陷入了困境 连三餐都会有问题 而为了帮助这一些弱势家庭度过危机 台北县政府特别办理了希望厨房送餐服务计划 从现场手中接过热腾腾的便当 这位失业的妈妈忍不住红了眼眶 因为金融风暴的影响造成许多家庭 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 因此台北县政府特别办理希望厨房送餐 服务计划 目前送餐的便当由餐厅业者 义务提供每日100份 服务地区为板桥市以及新装市 热心的业者也希望有更多其他同业 加入共襄盛举 我们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 那配合这些志工团队的一个爱心 能够让这些朋友以及家庭 走出他们人生中的一个低潮 那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一个企业机构 加入这次的活动 这项送餐服务计划 4月16号已经正式推行 未来县政府希望进一步成立希望餐厅 让有需要的人都可以获得温饱 推运您新闻审旧令美惠北线采访报道